які特訊 土耳其地方選舉 在野黨打勝 在首都安卡拉 第一大城伊斯坦堡等 十多城勝選 總統埃爾多安 遭遇執政20多年以來 最大挫敗 伊斯坦堡市长伊玛莫鲁 也被视为爱尔多安为了对手 以色列爆发以哈冲突以来 最大反政府示威 民众要求总理纳坦雅胡下台 而纳坦雅胡突然住院 进行善气手术 美国核心个人消费支出指数PCE 略低于市场预期 联准会期待看到更多好的通膨数据 加州调高最低时薪新法 业者将调涨商品售价 而可可期货价格 今年上涨超过一倍 涨幅超越黄金和比特币 巴尔地摩断桥开始进行清除工程 桥体重达4000顿将切成4块 得出动潜水源穿越重重障碍 潜入水深50英尺下进行切割 数十万顿扭曲高材卡在港口 一区块一区块逐步移除 大陆最新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时隔5个月 重回50融孤线之上 制造业恢复动能 小米电动车SU7上周四开卖 24小时订单冲到9万辆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锁定今天的Focus全球新闻 我是秦林谦 首先一开始我们先带您来关心的 就是以色列爆发了 以哈冲突以来的最大反政府示威 上万人反政府抗议 而以色列最高法院颁布命令 4月1号开始禁止政府发补助金 给义林的极端正统派男子 这批占人口至少10%的哈雷迪 被其他以色列民众视为为战又不是生产的社会寄生虫 而其政党却是支持纳坦雅胡的主力之一 我们就继续来看 而总理纳坦雅胡却躲进了医院洞所谓的扇气手术 以哈战场上已军强攻协洗加萨两个大型的医院 空袭超过80次 号称精准歼灭哈马斯 但是保守估计近80人伤亡 包括了记者跟联合国人员 加萨中部戴尔巴拉赫 阿克萨医院附近避难的民众们惊慌奔逃 每多久满脸是血的伤者就被抬出来 但医院已停摆无法救治他 3月31日 以军这场空袭造成至少4死17伤 英国广播公司BBC证实 其中包括他们的约屏摄影师和记者 世卫组织工作队也目击空袭 表示有工作人员失踪 以军声称的精准打击屡屡让人不敢相信 复活节这个周末针对加萨地区近80次空袭 保守估计杀死超过77人 完全无视国际法中不得攻击医院的规定 3月30日 以军还针对围攻两周的西法医院攻坚血洗 摧毁医院大楼并杀死数十人 血战不断但真的有效吗 仗打了半年 还有至少130名以色列人质没回家 其中30多人可能已经死了 CNN记者的连线几乎要被以色列民众愤怒抗议声打断 周末在以色列台拉维夫与耶路撒冷 两大城爆发上万人反政府示威 高速公路被堵 警方与抗议者发生冲突扭打 还试图用水柱驱散群众 התנהלות נתניהו בנושא החטופים היא בלתי נתפסת היא פשע ולכן לא נותרה לנו ברירה אלא לומר ראש הממשלה נתניהו אחרי שהפקרת את בני משפחותנו בשבעה באוקטובר ואחרי 176 ימים שבהם לא הבאת העסקה ומכיוון שאתה עושה כל הזמן בתרפוד עסקה הבנו שאתה המכשול לעסקה 尽管三月中 以色列军方公布的数据显示 已经已有250人阵亡 נתניהו本人依然焊剧名义 在电视眼说中重申 他的逻辑 以战止战 才能彻底摧毁哈马斯 以色列士兵在战场上卖命 נתניהו本人3月31日进医院保养身体 结果渐渐又发现膳器 以色列官方表示 נתניהו在当地时间3月31日 全身麻醉接受手术 这是他2013年以来第二次罹患膳器 入院的时机微妙 是以色列法院要求他颁布新法 排除部分人士免兵役特权的期限 截止前一日 在耶路撒冷的城中城米亚西里姆 反政府抗议民众与聚居在此的 以色列极端正統派犹太教徒 发生冲突 因为这些战人扣10%的哈雷迪 都不用上战场 但现实中去战场送死的 偏偏绝对轮不到这些人 以色列极端正统派民众 向来是个特异存在 男性戴着黑色高帽 不用上学 拒用网路也不工作 唯一正式是要去研读犹太教 传统经典妥拉金 他们不欢迎外人造访 男女奋计严格 对女性的压迫则堪比塔利班 女人要工作养家 多数时候不准化妆 也不准避孕 也因此极端正统派民众生育率 在以色列境内总是最高 不是生产还能领福利津贴 看在其他以色列民众眼中 这些人的岁月静好 根本就是让其他国民 更加负重前行 但极端正统派民众则自认 前程研读经典 也是保护以色列的一种方式 由于极端正统派政党 力挺纳坦雅胡 现在被民意要求必须服兵役 即为阁员以辞职倒戈相逼 而以色列法院则发布临时命令 禁止政府再向 异林极端正统派男子 发放补贴金 4月1日起生效 以色列社会分裂是否影响战局 关键就在这个月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复活节的假期刚刚落幕 当中一项引发关注的商品 就是巧克力 去年一年 您知道吗 美国的巧克力零售价 涨价幅度达到了双位数 120% 主要因为可可豆的价格 涨幅相当的惊人 已经超越黄金跟比特币了 而上周五 关键的通膨指标 美国二月个人消费支出 物价指数PC出炉 联总会主席鲍尔当天在旧金山联邦储备银行的会议上 对这份最新的报告就表示 符合预期 让美国联总会主席鲍尔喜出望外的报告 就是最新出炉 全美二月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PCE 月增0.3%略低于市场预期 而2.5%的年增率 则跟原先预期的相符 这个联准会议看中的通膨指标降温有成 让六月启动降息的几率又再加大 只是随着通膨慢下脚步 也让占全美经济活动超过三分之二的消费者支出 在二月跳涨0.8% 不但高于预期 还创下去年九月以来的最大增幅 对于部分劳工来说 这份可支配所得的金额有望加大 因为加州一项新法案在四月一号上路 那就是全加州大多数速食店 超过50万名员工的最低薪资 将从每小时16美元调升到20美元 和台币超过630元的时薪 以跟上物价上涨的脚步 直至打从去年秋季 州长纽森签署通过法案后 连锁素食业者就一片哀嚎 控诉在加州缓慢的经济成长下 生意已经不好做 并且进行过一波人力删减 这位强僧就是其中一位苦称的老板 他在旧近山湾区 拥有十间连锁知名蝴蝶饼专卖店 如今调涨薪资后 将使得他每年必须支出 约47万美元的人事成本 进而必须把店内售价 跟着调涨5%到15% 尽管这项新规生效 也引发外界担忧 雇主会不会为了缩减人事成本 而导致更多劳工失业 但根据最新数据显示 在薪资上涨的同时 就业率并没有下滑 而这波调涨薪资 或许来的正是时候 因为全美民众才刚刚过完 一个昂贵的复活节购物剂 巧克力复活蛋 就是其中一项变贵的商品 但不只有复活节期间 回顾整个2023年 巧克力的零售价格涨幅 高达11.6% 远超过整体3.4%的CPI年增幅 原因就出在 制作巧克力的主要原料 可可豆价格飙上纪录新高 全一位最主要可可豆生产地的西非 受到气候变迁冲击 自1月以来 可可豆期货价格已经飙涨超过一倍 达到1万美元记录新高 攀升幅度已经超过目前炙熟可热的黄金和比特币 业者为节省成本布置转嫁给消费者 也继续裁减人力 快递龙头UPS最新宣布 未来五年要关闭全美至少200间理货中心 预计能在2028年之前 每年省下30亿美元成本 并在两年后达到双位数的利润成长 TVB新闻总统报道 中国大陆的经济是不是出现了回稳迹象呢 官方周日公布的最新PMI指数 让外界看到一丝曙光 上个月的制造业PMI终于告别了将近半年的萎缩 来到了50.8 重新回到了扩张区间 而制造业恢复动能的主因 包括了春节过后 工厂的开工率提高 以及今年出口的开门红 1到2月出口成长了7% 然而学者也坦言 当前生产过剩跟需求不足的问题 仍然很严峻 经济景气回升的趋势 能不能够持续 还有待关卡 中国大陆手机大厂小米的第一台电动车 上周四上市后 24小时内就热卖进9万张订单 刚过去的周末 各地专卖店更被赏车民众挤爆 确实比较智能 而且流畅度也够 整个的车机屏幕 其实前面空间我觉得还可以 后面空间我没看 在锁动的时候不锁动 走后视镜往里面收一点 民众赏车体验尽管各不相同 但市场上对这台21.9万人民币起跳的电动车 仍然跃跃欲试 连转卖小米新车的订单 或者优先购买权 最高也能喊价到10万人民币 与小米电动车一样让人充满期待的 还有中国制造业景气的回升 三月份中国采购经理指数昨天公布 其中制造业PMI为50.8% 时隔五个月之后重返扩张区间 中国大陆统计局公布的最新制造业PMI 比上个月一口气上升了1.7个百分点 不但高于市场预期 更是去年三月以来的最高点 此外以沿海地区出口导向型中小米企企业 为主要样本覆盖范围的财新制造业PMI 表现同样超出预期达到51.1 创13个月来的新高 显示制造业生产活动明显恢复动能 也成为中国经济回稳的最新迹象 从一厂二厂 扬城三个厂的排产情况 至少都排产到6万元以后 也就是说现在我们上半年任务非常饱满 第四年来的行事最好的一年 二月春节过后 工厂开工率的提升 是当前制造业回升的主力 山东威海这家专门生产空桥等机场装备的企业 产线上的工人就忙个不停 今年以来的话 我们这个外贸出口还是相当火爆的 主要的是我们一些商用的农业机器的出口量 相对于往年来说增大还是比较多的 另一方面外需的反弹 也为景气回升带来了支撑 光是一到二月的出口 以美元计价就比去年同期增长了7% 从制造业整体来看 新出口订单指数上升5% 达51.3 重新回到50融枯线以上的扩张区间 至于涉及内外总体需求的新订单指数 更是上升四个百分点到53 而非制造业PMI同样提升到53 连续四个月向上改善 并且创去年7月以来的新高 无论是新订单指数 还是新出口订单指数 都有比较大的回升 非制在业的这种回升向好的趋势 也在进一步的增强 尤其是生产性的批发业 还有邮政仓储业等等 都处在一个50%以上的高位运行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 制造业和非制在业之间的这种相互联动 将推动中国的经济进一步的回升向好 然而去年9月大陆官方PMI 也曾相隔5个月终于回到荣枯线上 最终却只是昙花一现 此外过去24个月 官方公布的PMI仅有8个月 是处在扩张区间 与此前两年PMI几乎长期 处在荣枯线以上有明显不同 学者坦言中国经济仍然面临 生产过剩与需求不足等问题 这也让PMI的回升趋势 能否持续更存悬念 从目前来看了 宏观经济总量 供大欲求的这个问题 需求不足这个问题 还是非常突出的 由于对未来经济发展存在担忧 企业在聘雇政策上 就采取更谨慎的态度 这不仅反映在制造业PMI中 涉及雇佣动向的从业人员指数 只有48.1% 继继续留在50以下的收缩区间 另一方面企业之间更兴起 共享员工的趋势 尤其是科技类或机械类公司 在高阶工程师或设计师职位上 偏好以短情的约聘或任务型约聘 取代固定劳务契约 以便节省5%到10%的人力成本 至于对这些接受共享的员工来说 不需要被困在同一间办公室内 时间上更有弹性 而且收入也相对更高 共享工程师可以同时来承接 很多家公司的项目交付的过程管理 我同时在做的项目量的话 能到六七个到七八个左右 当然现在的整体的收入来讲 比之前大概能上升40%到50%左右 然而这种共享员工模式 却也可能进一步压缩比较低阶 或者不需要经验的工作机会 对当前居高不下的青年失业率 以及踏出校园后难找工作的毕业生来说 恐怕都不是福音 TVBS新闻总和报道 这是我们把镜头转到日本来关心 日本石川县在今年元旦 发生规模7.6的地震 南丹半岛受灾严重超过240人死亡 三人依旧下落不明 而能登墙震已经满三个月 灾区重建的进度却相当的缓慢 部分地区的民生用水仍然没有修复 8000多人持续过着避难的辛苦生活 奔岛前端的奥能登地区 灾情是最为惨重的 生活机能瘫痪 使得人口快速迁出 导致奥能登陷入城市萎缩的困境 进入4月 日本开启新年度 小朋友学习融入群体 大朋友成为社会新人 大人们忙着迎接新生活到来 石川县对未来依旧茫然 圆旦当天 毫无预警的天摇地动 河家团圆的新年假期 主要颠色 7.6强震 造成能登半岛244人死亡 三人至今下落不明 震后四个月 民生用水尚未全面复原 超过8000人 还是过着无家可归的避难生活 其中约4000人 甚至必须占据外地 虽然马不停蹄地建造组合屋 但对比7000多笔申请 目前只完工约900户 根本缓不济集 站在一片残破中 想象着家曾经的样子 尽管已是废墟模样 心中情感始终无法割舍 日本NHK电视台与东京大学 共同调查 水 电等基础建设 大规模瘫痪 迫使灾民 另寻他处二次避难 而城市若复兴复旧后 高达八成的居民 想重回老家 另有六成多的人 认为居住问题 是复兴工作的重点项目 地震破坏了无数楼房 纵使乡亲们不愿离去 无奈 无奈事与认为 石川县统计 能登半岛最前端的 澳能登地区 二月迁出人口超过480 同比增2.8倍 四个自治单位里 重灾区的轮岛市 株洲市流失最多 本就人兵担保的澳能登 深陷屯亡危机 而另一大灾区新系县 也正面临城镇衰退 元旦强震导致新系 多处严重土壤异化 一样是放不下自己的家 屋主勉强凑出千万整修费 带房子扶正后 所有管线还得重新拉过 同住一个区段里 有人正在尝试拯救房子 也有人因为官僚 急得跳脚 担心建筑内部结构损坏 屋主决定重建家园 周边下线的道路 却迟迟不见整修 下定决心正做 却被政府给耽误 全体的大线程度感 我都不知道 在这种不安的中心 全部都用了 我们们都没有建筑 如果没有动作 我们都没有建筑 正在以三个月过去 城市复兴还需再加把劲 而灾后另一件大事 则是理解灾害 善用经验 这段最新曝光的影片 是新系的离岛佐渡市 镜头记录下正后15分钟 还是要抵达港边的瞬间 研究学者表示 当时相关区域的潮汐数据 并不完整 但是透过更多的影片 仍有机会剖析 海啸生成机制 为将来的天灾 提供重要的讨生资讯 TV的新闻 金媒体CNBC就特别分析 南韩财阀的企业模式 发现随着南韩的新创产业发展 还有经济模式的改变 这些财阀也改变了 以往的经营方式 但是专家认为 这样子的改变还不够 必须展开财阀改革 从消费电子展到行动通讯展 南韩企业排面大部 不只是在国际舞台上风风光光 在南韩国内更是呼风唤雨 目前全南韩就有82个资产 超过5兆韩元的集团 他们有一个大家更熟悉的名称 南韩财阀 南韩政府锁定电子 造船 机械 石化 还有非铁系金属 五种产业发展 由政府担保 将巴克莱等私人银行借贷 让企业有足够的后盾 大展拳脚 这些财阀就这样带着 七零年代的南韩经济起飞 尤其在南韩总统蒲正希 遭到刺杀过失之后 掀起民主改革热潮 让财阀有更多的发展空间 1981年更成立韩国公正交易委员 来平衡财阀 与政策法规之间的拉扯 基本上是在权财阻的法规 它是颇抵规大业业业 还有一些社会关系的问题 和商量关系的问题 尽管有机制制衡 但财阀还是能一手遮贫 控制政策 还有媒体 有 article own and is you keep track of all the names that have been pardoned more than two pages long i want to see that book it is called in korea three five rule so that means whatever the crime it is the family of the korean java will be sentenced to the three years in prison with five year probation because in the law of korea three year imprisonment is the maximum amount of the imprisonment year to get suspended 但随着南韩民众 对财法还有经济市场的改变 前总统文在印时代 担任公正交易委员会委员长的赵承煦 确实也发现到南韩的企业集团 开始跟以往不太一样 科技新创产业也能闯出一片天 根据统计从2020年到2023年 南韩非房产新创公司就增加了12% 已经超过58万家 财法第三代的经营方式 也跟早期不值倍差异很大 尽管如此 经济学家还是觉得改变的步伐太慢 需要财阀改革 南韩经济才有可能往正确的方向前进 但财阀牵动整个南韩的社会政治 还有经济太多剪不断理还乱 改革两个字恐怕也沦为抗议时的口号 TVA新闻综合报道 这是再来关心美国马里兰州巴尔蒂摩的凯伊大桥垮塌事件 当务之急就是将河道上的桥体残骸给清除 恢复通行 而这项工程30号正式展开 官方估计可能得花好几个星期的时间 因为清除工作实在太复杂了 目前出动了四艘的起重搏船 搬运庞大的变形桥体 可是就连东岸最大的起重搏船 一次也只能抓起1000吨的重物 光是卡在货轮上的桥体就重达了4000吨 所以这桥体必须至少切成4块 但是切割的过程又必须要深入水面下作业 搬运期间也要非常注意起重搏船的平衡 一旦要是请到 可能会造成更大规模的损害 工人们拿着器具小心的切割桥体 美国马里兰州巴尔蒂摩的凯伊大桥 上周遭霍轮大理号拦腰撞权 造成巴尔蒂摩港航道全面受阻 清理作业30号正式展开 官方坦言这场行动工程浩大 由于残骸清除作业太过复杂 官方无法提供进度时间表 也就是说目前只有大方向 至于细节走一步算一步 目前首要工作是将桥体拆除成几个部分 打开一条水上通道让更多船只进入 才能加快整场行动寻找四名失踪者的下落 国际共四艘包括美国东岸最大的起重搏船切萨皮克1000号 上周五陆续抵达巴尔蒂摩港 切萨皮克1000号一次可举起1000吨的重物 1970年代初期打造用于冷战期间打捞潜水艇回收使用 但就连这样的庞然大物都无法将凯一大桥一口气清除 采切桥体的工程最让官方头痛的就是水下作业 潜水员得全副武装深入水下50英尺 大约15公尺深处在幽暗的环境下进行切割 过程得穿越大量扭曲的钢材桥体 更别提切割过程可能会出现桥体滑动的意外 官方估计可能要花上几周时间才能完成 除了谨慎安排潜水员的作业细节 官方也担心搬运过程稍有不慎 可能导致起重搏船倾倒造成更大规模的危害 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的调查工作 仍在进行当中 最新公布的影片显示 官方人员登上大理号船头 在撞击点找寻任何蛛丝马迹 桥上的监控画面也在这时曝光 可以看到意外发生前 还有许多车辆正在过桥 工程车出现后将桥面暂时封闭 就这么刚好 大理号也在这时缓缓靠近 意外就这样发生 回想起来人是心有余悸 马里兰州居民德桑提斯表示 他在巴尔迪摩凯伊大桥垮他前 最后一个离开桥梁 他看见几名工人准备展开作业 没想到这些人最后都落水罹难 一公诚意团体CASA 29号 为6名罹难者举行追悼仪式 这回不幸落水的死者是来自墨西哥 萨尔瓦多和洪都拉斯的移民 CASA 呼吁美国社会重视移民们的贡献 他们来到美国落地深耕 追梦之余 也该享有临时受保护身份的待遇 洪都拉斯这家人伤痛欲绝 老母亲无法相信儿子在美国工作 就这样意外死去 39岁的苏阿索在美国工作18年 育有两个小孩 家人只希望官方能尽快打捞遗体 无论如何都要见上最后一面 拜登政府上周五拨款6000万美金 约合台币19亿元 作为第一批善后处理费 有估计认为凯伊桥重建费用 可能高达20亿美元 约合台币640亿 正在忙着竞选行程的美国总统拜登 将抽空前往巴尔迪摩视察 想还清除作业前途慢慢 恐怕还有许多未知的挑战出现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再来看通膨率高达67%的土耳其 在周日的地方选举当中 愤怒的选民是用选票惩罚了总统艾尔多安 所领导的执政党 主要反对党在全国赢得十多个市长席次 包括最大城伊斯坦堡跟首都安卡拉 其中53岁成功连任的伊斯坦堡市长伊马莫努 这一战全国能见度更是大增 有望成为未来挑战艾尔多安总统大位的热门人选 而这回执政党全国得票率 还输给了反对党一个百分点 是艾尔多安上台20多年来最大的选举挫败 摇旗呐喊点烟火庆祝 周日土耳其人民用选票打脸总统艾尔多安和执政党 让反对党横扫地方选举 尤其是最大城伊斯坦堡 现任市长伊马莫努成功赢得连任 在原本预期五五波的选战中 领先执政党候选人超过11个百分点 摇身成为总统艾尔多安的主要政治对手 领先执政党候选人超过11个百分点 今天以为是成功赢得连任 成功赢得连任 政府和民主 现在以为是成功赢得连任 2019年党选市长的伊马莫努是25年来第一位 非出身执政党正义发展党的市长 这回再次击败埃尔多安提名的候选人 他所属的共和人民党也在土耳其各地大有斩获 首都安卡拉也由共和党人民党现任市长 亚瓦许连任 且大胜对手超过25个百分点 根据国营媒体 主要反对党的共和人民党 在土耳其81个省份 赢得36个省的市级选举 挺进许多总统埃尔多安的地盘 共和党人民党在全国拿下37%的选票 高于执政党的36% 是35年来首次 更是埃尔多安上台20多年来最大选举挫败 这次选举无疑是70岁埃尔多安的人气度考验 他试图从反对派手中夺回五年前 输掉的几个关键市长宝座 但显然再次败整下来 31项目 31项目 我们不是一个变化 实际上是一个变化 31项目 31项目 在市政党的选择 埃尔多安的主战场自然是人口1600万的大城伊斯坦堡 他在那里出身长大 1994年当选市长 从此开启他的政治生涯 这回卖力为党籍候选人助选却惨败 恐代表土耳其分裂的政治格局将从此出现改变 I voted for the AK Party twice But I won't this time Ismet says What can a retired person do with a 10,000 lira pension Rent is 15,000 I can't pay the rent on my house 专家分析指出 尽管埃尔多安2023年成功连任 也与盟友取得议会多数 但失控的通膨 年率高达67% 利率更升到惊人的50% 再加上伊斯兰选民不满 以及伊斯坦堡现任市长伊马莫鲁的吸引力 超越党基本盘 都让总统和执政党的表现比民调还糟 从这一天起 土耳其的政治当红炸子机 无疑就是53岁的伊马莫鲁 他甚至可能成为2028年总统大选热门人选 过去从事地产开发的伊马莫鲁 2008年进入政治 从政之路其实跟埃尔多安很类似 不过政治上明显分歧 伊马莫鲁曾说两人的想法基本上相反 埃尔多安领导的是右翼保守的伊斯兰主义政党 伊马莫鲁则是来自世俗主义的政党 这次大选确立了土耳其反对党的力量 不过许多选民显然是因为经济惩罚执政党 投票率从去年的87%降到76% 提示问综合报道 再来看荷兰知名的郁金香 从每年的三月周旬展开花季 而在今年它完全盛开之前 因为看到荷兰各地出现越来越多的AI机器 在花田里巡视 为的是照顾这些郁金香的健康 避免这些植物疾病的散播 而这种AI自在巡逻的能力 也让各国的警戒趋之若鹜 除了导入到警用的密录器之外 自动过滤执法过程的不当行为 也能够充当交警 相当的有帮助 还能够取缔交通违规 无法像真狗一样温情的陪伴 但这台顶着一颗警示灯 最新研发出来的机器狗 有其他使命和任务在身 就在最近 这台黑绿相间的机器狗 首次现身西班牙南部 马拉加巡逻街头 引来大批民众围观 由当地马拉加大学研究团队 花了两年时间研发设计 目的是要协助警方取缔交通违规 例如在禁止的区域内 发现有电动平衡车出没 尽管目前是以远端操控 最终目标还是会交由AI自主管理 而想法一致 用科技来提升执法效率的 还有美国费尔法克斯郡的警方 现在如果没有使用技术 你可能会在那里 身为华盛顿特区最大的行政区 当地警方也在执法的装备中导入AI 就用在警方随身佩戴的密录器 让这最新工具能自动过滤和分析影片 成为纽约市和西雅图之外 最新使用AI科技的警察部门 开发出这项技术的芝加哥新创指出 主要目的是要监控执法旗舰的问题行为 此外还能为远景的专业度打分数 同样运用AI的还有荷兰知名的郁金香花田 但这台庞大机器人的工作 不是栽种或灌溉 而是要检查每一朵郁金香是否健康 随着郁金香花季从三月中寻展开 也最让花农害怕 在这天气变暖准备迎接顺开旺季之前 有病毒在花田里扩散 一旦被病毒感染 除了会使郁金香开得更小更脆弱 还会殃及花朵的囚根导致开不了花 让花农决定出动这台如坦克这般 靠着履带行进的机器人来解决 他正以每小时一公里的速度巡视花田 每一朵郁金香都不放过 依天气状况不同 他每天平均可巡视1.5公顷的田地 开发出机器人的新创表示 除了内建的AI技术能辨识出郁金香是否生病 还搭配精确度极高的GPS 进而揪出必须被销毁的花朵 花农引进这台高科技的疾病寻找者后 省去徒手摘除了劳力 并大大提升效率 但要价也不菲 一台18万5000欧元和台币约625万元 不让美丽的郁金香被病毒摧残 目前全荷兰已经有45台AI机器人 在花田巡逻 预计明年春季之前 还会增加到73台 TVH新的报道 日本东京上个月31号高温飙迫28度 创下有史以来3月最高温的记录 整个关东地区的当天 温度普遍也都超过25度 许多民众趁着假日好天气出游 甚至到海边出晚 东京街头艳阳高照 路人都穿着短袖上街 热道撑着阳伞挡太阳 东京银座 日差が強硬 30分ほど外面 汗滑出来了 东京31号下午 高温飙到28点1度 创下3月有史以来最高温 往年7月才会达到的气温 现在3月就已经出现 才3月才会达到的气温 才3月才会达到的气温 才3月 海边已经挤满游客 家长带着小朋友到海边玩水 金刚观光牧场也挤满人 家长趁着好天气 带着小孩到牧场看绵羊秀 除了东京之外 关东各地区温度都普遍超过25度 日本有好天气 但正在过复活节廉价的美国加州 可就没有那么好运 汽车轮胎上装着雪链 缓慢行驶在公路上 周际80号公路因为狂风暴雨 加上降雪 交通大堵塞 内华达州山脉响起冬季警报 部分地区降雨量预计达到76毫米 洛杉矶附近还发生山峰 挡住了托潘加峡谷 和好莱坞山的部分道路 同样在加州的太浩湖附近 甚至预计会达到76公分的积雪 观光景点都坏天气 打乱不少民众的出游行程 TV新闻综合报道 南韩医院宣布将从4月1号开始 缩短门诊时间 集中人力给急诊跟重症的患者 尽管南韩总统尹锡悦 在全国的演讲上重申医改的决心 但是强调愿意继续谈判 呼吁医师别再罢工 尽快地回到工作岗位救人 只是因为这场一届罢工的行动 最新民调显示 尹锡悦跟执政党的满意度 连五周下滑 非常不利两周后国会大选的选行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Focus全球新闻 我是秦林谦 我们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